大家好,我是郭艾修三 这个视频呢,咱们对氢能源方向做出深度点评 列出像美景能源,核浦股份,冰化股份,微材动力,Furator Run等技术分析,请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首先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咱们前面在整个氢能源最高潮的时候,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调整 当时呢,修三给大家做了一个小的一个段子,也是玩笑 讲到呢,芯片封,芯片封,芯片封丸,离电封,离电封,离电封丸,离电封丸,触能封,触能封,触能封丸,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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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封丸,散户封 不知道,呃,现在再回回来,就去看的话呢,其实这不是个段子,而是一个,呃,规律了 那么呢,这在当下再回头看,我相信呢,可能会有部分古有在轻能源上面 甚至呢,在锂电上面,甚至在储能方面,甚至在芯片方面呢 都有一部分人可能会面临被套的一个尴尬 好,那么咱们来点评一下 其实对于美景能源,以美景能源为代表的,咱们前面对他的一个点评 不管是机会的节点,出现机会的这样的节点,包括呢,即将出现风险的节点的这样的一个警示 还是比较准确的 那么我们来看,美景能源 那么美景能源这一支个股的话呢,咱们用它来做一个技术性的巩固 什么巩固呢 首先,咱们从5块8毛5这个位置啊 前面对他的一个观察视角呢,是非常清晰的 这个清晰的节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同的阶段,咱们不同的态度 从5块8毛5这个位置呢,它是一个日线级别中枢的延伸 在日线级别中枢延伸的一个阶段当中呢 当时讲到,在他没有呈现,呃,政策的一个加持,消息的提振 整个清晰源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疯狂操作之前 是把它作为一个震荡上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震荡上的手法呢,对他的态度是什么呢 相信很多粉丝朋友应该是印象深刻 咱们讲的一个视角是属于用,嗯,大的波段的一个视角 第七高抛的节奏来进行把握 这样的话呢,需要有一定的耐心 而不能每一次一冲高,连续上涨几天就去追 这是一个视角 好,当它出现什么呢 当它出现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公布 半年度的业绩预报的一个时间 直接出现一个点板 点板之后呢,第二天冲高,高开低走 高开低走是在回落,只要不负114年均限 在这个位置,以这样的节点呢,是咱们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也是重要的机会点 这也符合咱们前面讲到这种模型 好,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在这样的节点,一个是8月1号 一个是在这样的7月份 都是咱们重要的这样的机会点 这个机会点的话呢,对应的是属于 咱们前面讲到这种模型1 好,这个模型1的话呢 对应的是属于日线级别的中枢 逐渐完成 再度相当拐头 相当拐头的话呢,对应的 均线50在144年均线的独特排列 加上MSD金叉公正,临组上方 这都是咱们要的机会点 推演,它可以向上走离开段 好,那么呢,在网上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因为当时消息也出来了 就是呢,对于整个青龙元方向的话呢 它也整个青龙元方向也开始发力了 这位置它作为 对它来讲呢,作为龙头的一个光环债 所以说呢,这样的做法呢 它组了一波主声 或者组了一波红红烈烈上涨 上涨过程当中呢 中间出现了一个第一次调整 第二次小的这样的一波浪 当然讲到了它的走法 人气和资金 看了一下子死不掉 但是呢,再往上出现 这个层面出现了吗 出现一个是量价 一个是IMICT60分钟顶背离 当然讲到就要防范 防得风险点 这回头的时候呢 咱们讲到它下方 13年均线的位置呢 略有支撑 但是呢,略有支撑的一个记点 栽性反弹 那么重要看它的力度 这个位置现在反弹的话呢 它呈现的是量价继续背离 MICD日线顶背离 由30分钟60分钟发展成为日线级别顶背离 发展顶背离的之后呢 那么这个节点实际呢 就是一个买点和卖点之间的转化了 买点和卖点之间的转化过之后呢 当前考验的就是前面这个位置 作为景仙位的一个参考 景仙位不破 那么呢不排除再往上折返一下 但是呢要看它的力度和大的环境 大的环境有消息吹风 那么它更容易起来 如果没有消息吹风 就是折返一下 如果力度比较弱 那么这反也是找卖点 而后的话呢以方法破景仙位 景仙位一旦破了 那么呢后面可能就要寻日线级别的中枢上沿去了 或者是考验下方的140年去上去了 好这是对媒体能源不同阶段的一个态度 那么呢讲到这一块呢 咱们再来去看细节 细节的话呢在这个位置回撤 前面低点的位置在多少呢 在12块3.2 12块3.2的位置 那么在周五的时间最低点的话 也是12块3.2 也就是12块3.2这个位置呢 就是它的颈线位嘛 这个颈线位的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不能对它来讲的话 不能 直接跌穿 一旦跌穿的话呢 那么它可以用什么理论视角呢 可以用1比1等长 就是从15块3 就是从15块3到什么呢 到13块3 这中间呢 整整跌了多少呢 3块钱 那么在12块3到 再往下再锁3块钱的位置的话呢 可能就是9块3的一个节点了 就是这个位置呢 从高点到颈线位 如果说这位一旦破位 站不上来 那么呢 对应了可以用1比1等长的一个视角 来 来简单的测量 它下一个 调整了在哪个目标位 并不是说这个位置一定会止跌 就是BOSS来讲 会有一个1比1等长的一个思考 好 这是媒体能源的一个观察视角 就是下方的12块3毛2 这个位置的话呢 不能破 如果说破了 对应的 它可能就是颈线位破位 颈线位破位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防范1比1等长 下方看到9块3毛2的位置了 好 这是一个观察视角 如果这个位置不破的话 那么这个节点 是甚至也依然可以把它 作为30分钟中速组件 就这个位置的话呢 很关键 因为周五的时间呢 它的量能是方大的 而且呢 阴线实体的话呢 是对于周四的阳线 是实际上的强反暴 而周四的阳线呢 对于周三的阴线来讲 是弱反暴 所以说当前它下跌的一个动能 还没有完全释放完毕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呢 很关键 观察12块3毛2的位置呢 破不破 好 这是美景能源的一个观察视角和应对 好 同时的话呢 对于美景能源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因为前面 而且呢 大家回想一下 就是任何一个热点 任何一个小的风口 任何一个牛股 都是呢 由于你参与的阶段不同 那么你的盈亏比是不一样的 那么呢 咱们用前面讲到的像 炒股与哲学的这一个栏目当中 讲到 生住坏灭 生住坏灭的话呢 讲到的一个节点是 只跌之后主要是长时间不创新低 只跌 然后购入底部平台 可以把它作为生的阶段 就是呢 在 作为一个趋势的一个新生 或者说呢 作为一个 酝酿 酝酿的趋势的一个阶段 就是生住的话呢 是平台突破 或者是 对应的刚刚走出趋势 那么住的阶段 那么住的阶段呢 分为两部分 在住 在住的阶段 就是可操作的区间 在操作的区间里面 它不断的酝酿 顶被离 量价被离 那么呢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它酝酿的是一种风险 就是上涨的末端 那么酝酿的是风险 是顶被离 是资金出逃 是 趋势 多方力量在消耗 空方力量呢 在积蓄 这是酝酿的是坏的阶段 坏的阶段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还没有 就是还没有 属于什么呢 属于柱顶 或者是赶顶 或者是属于出现这样的一个 同样的上涨 但是出现极大的隐范了 灭的阶段呢 就属于趋势破位 趋势破位过之后呢 后面它就进入 这样哪个熊市阶段 或者是弱势 就是单边下跌了 那么呢 这天真正 最好把握的 其实把一次又一次 把握住的阶段 坏的阶段的话呢 是尽可能去 你想要 你想要躲避 灭 那么呢 最坏的阶段 就要进行什么呢 进行防范 进行应对 你不能等到 每一次大跌之后 你再去回过头来 就想要去应对风险 就晚了嘛 好 这是媒体能源 那么我们测下后普股份 后普股份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咱们前面 再好 后普股份 我们来看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其实前面 在它出现这样的一个 高开低度大英镑的时候 就已经着重提醒风险了 为什么呢 因为像后普股份 这一支个股呢 它当前的一个涨幅 已经什么呢 它已经达到了2019年3月份 好 2019年3月份的话 当时它的一个政策程度 是比这一波轻能源 它的一个政策程度 要更高的 当时是第一次 在一次政府 在一次 就是当时呢 是把轻能源和充电桩 第一次加入到政府 工作博客当中 所以说呢 当时轻能充电桩 然后呢 走了这样的一波 轰轰烈烈的 这样的一个热点 而且是当时那个时间段 的主流热点 主流烈 当时美景能源翻了什么呢 翻了七倍 那么像后普股份的话呢 对应了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对应了也是属于 从六块钱到什么呢 到 叶子厨能源翻了两倍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作为一个 新能源方向的一个延伸 它的一个 政策的一个力度来讲 还不如 就算是赶不上 2019年3月份 那一波的 那么它的一个走法呢 也实现了这样的一个 翻了三倍 翻了三倍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像这样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一旦 而且呢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 上涨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对应了 它下方的这样的一个 筹码是属于 明显在这样 进行松动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呢 是咱们前面讲到的 连续上涨过去 出现高开地度大一帽 或者高位 矩阵方距量 或者高位 出现十字星 出现长上 也不能不畏 作为预警开线 预警开线之后呢 它同样的 在13年军业附近 也有这样的小的支撑 但是这个支撑 迭连呢 再反弹 结点的话 当时对应了 一个是十年军线破位 一个是 可以把前面的这个颈线位 也是破位的走法 所以说像这样的节点的话 这个位置 预警开线 可以去应对 然后后面的反弹 这个位置咱们连续跟踪了 这个位置的反弹 它力度比较弱 连阴线的半分位 都没有收上去 而且的话呢 跌是放量的 上涨是反弹是缩量的 代表是资金 承接 力度不够 而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回撤 之后再进行反弹 十字星 长上瘾长上瘾长上瘾 所以后补股份的话 再加上前面 有一个减持的一个利空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呢 基本上 讲到这个 再给大家做一个 知识的一个普及 怎么普及呢 这是最简化的一个处理 就是呢 很多时候把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 更有利于 执行或者操作 同样的三段是下跌 就是下上下 例如下跌 反弹 再下跌 这是一号选手 好 二号选手是什么呢 好 同样的 下跌 反弹 下跌 好 这是二号选手 那么呢 第三号选手是什么样子呢 好 下跌 反弹 下跌 什么意思呢 他们之间呢 其实结构上面来讲是相似的 就是下上下的结构 就是下跌 反弹 下跌 这三种 主三种不同的一个表现 他呈现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种 那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这三种一二三 哪一类更接下来更容易反弹 更有利于反弹 或者是反弹的更可期待一点 我相信的话呢 其实你即使不懂里面的道理 你也能够很多朋友的 都能够很直观的发现 肯定是第一种 为什么呢 就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他的调整是 缓的 力度是弱的 反弹的力度是强的 再回落的话呢 他的一个回撤的力度是弱的 都有明眼的资金接力 甚至这个位置回撤了 他连这样的一个反弹的 整个反弹一波 他连他的半分位都不能跌穿 就是上涨是强的 回落是弱的 那么他大概的还是向上 甚至不派出创新高的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了 他的一个下跌 反弹达到一种平衡 就是下跌反弹 又回撤 这个回撤的话呢 对应了 他的一个回撤的一个斜率 比第一次回撤的斜率呢 要缓一些 而且呢 没有破前面低点 没有破前面低点 这位置也容易去反弹 只不呢 第一种反弹 他更容易给新高 第二种呢 反弹要看力度比较 力度呢 他可以触摸前面的高点 他也可以不触摸 就是观察他力度比较了 那么第三类的话呢 他就属于什么 很明显空头占优嘛 下跌的力度呢 是明显是大的 反弹的力度是弱的 而且连 如果说连这一波 阴线时期 阴线的这样的下跌 都半分位都不能沾上 他就是更弱 那么这回头 又破了前面低点 破了前面低点 后不是不说 就一定不反弹的 也不是 如果是后面反弹 反弹的话 他在这个阳线的 这个连续调整的 这个阴线的半分位 都不能触碰 或者即便触碰到了 但是呢 他不能 不能把这个下 就他的力度 不敢 赶不上下跌的力度 那么后面大概率 反弹之后呢 还是会往下 其实就是最简化的 一个处理 就是呢 同样是下场下 那么之后看到 第一种的话呢 对应的大概率是新高的 第二种的话呢 新高不新高需要跟 但是呢 他可能反弹 就是相传发生反弹的 一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且呢 并不小 第三种情况呢 即便反弹 反弹过之后 后面还会有回事 这就是一个力度的比较嘛 只不过很多时候呢 就用强弱的一个视角 单跟K线怎么去看 K线组合怎么去看 那么如果说 把连续的一段上涨 和一段下跌 把它作为一个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 综合性的一个处理 简化处理 就是如此 那么像 为什么在后部股份 这一次购物上面 就更加明显了 从36块 4毛9下跌 反抽 再下跌 很明显嘛 下跌的力度是强的 反弹的力度是弱的 再下跌的力度又是强的 后面呢 即便存在反抽 个人认为呢 反抽的话呢 不能不能 过着急的去抄底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力度 还是空头占有的 即便反抽的话呢 如果说 跟前面高点都不出没 甚至说这个缺口都不能补上 或者说 这里下跌的半分位附近 如果不排除的话呢 如果反弹力度不弱 不排除再往下走一次 好 这是后部股份的一个视角 但这一点呢 大家可以去左摸一下 其实是一种 最简化的分析 分析视角和处理 好 那么再看 冰化股份 冰化股份的话呢 对应的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 当前来看的话呢 好 那么这一次个股的话呢 其实从它的一个结构上面来讲 还没有陷入史局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还有一线生机 这个一线生机指的是什么呢 前低这个位置还没有破 10块1毛1 前低的位置呢 对应的是10块1毛1这个位置 可以把它作为景象位来去看 用传统的一个方法视角来去跟踪和观察的话呢 这个位置景象位吗 这个位置回落景象位不破 那么呢 景象位不破的话呢 还有一线生机 如果破了景象位 那么也要防范1比1等长 就是从12块7毛9到10块1毛1 它的一个垂直距离再往下 好 这是一个技术观察视角啊 好 这是一个视角 另外的话呢 也可以用产量的维度来去看 它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组件 中枢组件的话呢 那么前低不能破 同样的这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回次反弹的力度 这个回落的话呢 最好它的力度能够不要大过于这个反弹的力度 这样的话呢 它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节奏 但是它能不能先高 以及需要去跟了 好 这是变化股份的一个跟踪视角 就是1块4块1毛1不能破 破的话呢 如果说破了之后站不上来 那么它就是一个景象位破位了 那么又1比1 上下去观察 好 关掉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像这个个股的一个观察视角是什么呢 它是属于大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高点的一个突破 列说呢 好 我们来看 列说在前高历史的高点这样的节点 好 列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高点 它是属于足迹突破的 足迹突破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回落 还是可以去看一看它的支撑 列说就像上的一个角度来讲 这个位置 高点和高点相连 下方的话呢 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属于上这样的大的平台的突破 突破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回落下来 对应的 其实它下方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支撑基点 不过最强做的最好的保持的话呢 就是下方10块1个 10块1毛1的位置 只要不破 还是有纠线的反弹的 多数看反弹的力度 强反弹 不排除 如果说出现强反弹带量 那么呢 不排除再给寻高的 如果说不能出现强反弹 而是呢 反弹像这样的一个 一根大银往下来 出现反弹的数量了 而且呢 是连强阴线的半分位都不能越过去 那么就是属于入 入的话呢 后面能补量上去 不能补量的话 继续下跌 这是冰化股份的一个态度 不过当前呢 它已经呈现了日线级别顶位离 日线级别顶位离 这部分呢 还没有改变 约越周强势周期公正 而且呢 周开价来讲 它就在五周均线的位置上面 五周均线的位置在多少呢 在10块4毛6 所以说呢 当前这个阶段很关键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财动力 微财动力的话呢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应对的好 其实这一支个股很容易赚钱 虽然说你可能没有赚大钱啊 但是呢 很容易把握它节奏 如果应对不好的话呢 可能就是频繁的做三吃 如果说你的 介入节点呢 是属于最高的 那么估计的什么呢 估计就属于被折磨死了 为什么呢 你要是说在这打比方 你在这21块3毛3 最高点最高的 好 等呀等呀等 支撑没有破 反弹一次 都没有解套 还没有来得及 应对呢 又给你低下来 等呀等呀等 又等一个掌停板 刚刚兴奋 刚刚开心一下 结果呢 还没有 好 一根苍阳 六个点的苍阳 刚刚开心一下 还没有应对呢 又给你低下来 低的深不深呢 其实低的也不深 听说这一支个股呢 其实很好去应对 怎么应对呢 首先 咱们前面对它的一个定位呢 很清晰的 所以什么呢 它是下方30分钟中枢 这是一个定位 就是说这是它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30分钟中枢形成过 之后干嘛呢 它就在140连均下方 然后呢 30分钟向上离开段 这个离开段走的过程当中 它呈现的是一个什么呢 60分钟顶背离 60分钟顶背离的时候呢 讲到什么呢 就是最近你不能在 这个阶段去追 而是等它回次 那么回次下来的话呢 对应的只要回次 例如呢 不破 下方的30分钟中枢上延 这是一个观察点 均线的角度来讲 不破140连均线 你只要是贴着 140连均线附近 找买点的话呢 那么借好就说是300转二卖 第一次买点和卖点之间的转化 再回落下来 好 又一次一次买点和卖点之间的转化 为什么呢 这个位置反弹 它连浅高都没有接触 都没有触碰 而且咱们在这位置 又给他讲到 它是一个分钟级别 跟次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有可能会往上再冲一下的 咱们在这个节点是有讲到过 例如说呢 咱们又来看它五分钟 在一个观察视角 五分钟观察视角的话呢 在像微塞东西 咱们在这个节点是点评过 就是在这个跟踪过 跟踪之角呢 它是主要一分钟中枢延伸 回落 一分钟的中枢 一分钟中枢延伸 然后向上离开段回落 不破 连前面高点都不错 不过一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三点买点这位置 就是一分钟的中枢延伸 完全可以在向上走下离开段 事实上咱们讲的结构 它有没有去完成呢 它完成了 而且是往这个方向去发生了 即便如此的话呢 是不是 即便 即便如此 是不是说对于很多 对于一些粉丝朋友来讲 是不是就能够巧妙的去应对了呢 也未必 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视角 什么视角呢 例如说咱们前面在这个节点讲到 它是一个可以把他一分钟中说 衍生 三点离开段力度比较强 无被迟回落 其实这位置是一分钟级别的买点 回落下来一分钟级别的买点 一分钟级别买点 然后再讲上 光上冲一下 只要说它的力度不如它 就是一个一分钟被迟 而且是趋势被迟 一分钟趋势被迟 那么就找卖点 找卖点之后呢 当前它走的一个节点是属于 好 已经呈现的是什么呢 是一分钟呢 这样的判断下 就是可以把它做一分钟判断下做法 判断下做法的话 这个位置就是五分钟的一个 大的线段上 五分钟线段下 不破前面低点 它依然有机会呢 就是后面 从它的一个 用咱们刚才最简化的一个处理来讲 也很容易判断 下跌 反弹 再下跌 那么对了后面的话呢 大概的还会有个反抽 真的反抽看力度 力度强 那么呢 高看一线 力度弱 见好就说 好 这是为财动力 就是当前的话 它的一个走法还算比较稳 稳的因素 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强大 而是因为它前面没有多少涨幅 就是前面这一轮整个燃料电池和氢能源表现的时候呢 它并没有太强的一个涨幅 所以这个位置 它也不太具备暴跌的一个逻辑 而且下方的话呢 对应了 所以这个位置 震荡中下方的抽象又是松动 但是它的形状还在 也说呢 在下方也是三分钟书区间的一个节点 它是有一定的 或者充满迷积区域的 所以说还是坚守140点均线 原则上面140点均线 只要不破 只要不跌穿 那么还是有机会震荡的 这个震荡要看力度 如果说后面 不管是反弹也好 还是回撤也好 量能不断的缩减 那么它就没有什么大的机会 如果说那后面能够反弹 方量 而且呢 能够量能够有殖余性 那么它不排除 这个阵阴阵就在往上 摸一下前面的高点了 好 这是微塞动力的一个 跟踪视角 这个位置的话呢 向上 高点再降低 向下的话呢 它的低点也 也是属于并没有 这个位置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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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属于抬高的 140点均线作为原则线 线上不看空 线下的话呢 是属于弱势 好 这是微塞动力 那么我们再看富瑞特庄 富瑞特庄的一个表达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其实很简单的 不用再去细分析了 为什么呢 按照咱们刚才讲的模型 其实你只要说有一定的模型的思维 很多时候呢 你会处理会有一个公式 例如呢 这个位置反弹 和下跌相比 是不是反弹直到 直到 这反弹是弱势的 量呢 是缩减的 而且的话呢 对应了 它连阶线的半分位 它都没有突破上去 就是到了 突破了一下 但是没有收在阶线半分位的上方 而再回落的话呢 它的下跌 都现在还没有止跌 而且这个下跌呢 比前面还要急 就是下跌的力度是大的 是强的 反弹的力度是弱的 那么这个位置呢 后面有没有机会 想想反轴一下呢 也有机会 但是呢 反轴的话呢 个人认为不是买点 为什么反轴过轴 它的一个 是属于空头主导的一个 阶段 那么大概的还是要往下的 好 这是freight run 很明显 但是呢 什么情况下 是可以把握它的一个机会点 例如说 这个位置反弹力度 偏强 达身的达到一个多空平衡 把这个阴线半分位 就是把这一波下跌 半分位都给突破上去了 而且带亮 后面再回落 回落的话呢 它下跌的一个 斜率明显在减缓 减缓的同时的话 晕尿 60分钟级别底被离 底被离的话呢 这个下跌过程中 带有抵抗式的下跌 抵抗式的下跌的话呢 而这个位置呢 无形当中就呈现了一个 30分钟级别中枢 好 这个位置呈现了一个 30分钟级别中枢 然后再回落 回落的话呢 对应了 要么不破前提 要么破了一下前提的话呢 但是呢 它对应的是 内部有这样的背词结构 有资金接地 虽然这种接地的话 你再去把握 它的一个反弹的几率 可谓很高一点 好 这是福利特装 好 以上的话呢 更多的是作为技术分析 请过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大家会发现呢 咱们简单的一个分析过之后 至于未来的走涨跌呢 其实没有发生之前 很难去提前预知到 精准的预知到 它未来是涨是跌 但是呢 从它当下的强弱 只是用来判断什么 它结构是属于 用咱们大结构 小细节的一个视觉来讲 大的结构 它是向上的 还是向下的 还是真浪的 小细节来讲 它是强是弱 它是在不断的由弱到强 还是由强到弱 还是弱势依旧 还是横强的表达 你只要知道这一点 最后就知道 当下怎么去应对 不断的立足于当下 不断的去看待 不断的去校正 那么坚守趋势的仓位呢 唯一 持股的唯一标准 趋势坏不坏 那么短线的一个仓位 短线的一个仓位 就是持股与否的标准 就是强弱的一个视角 看待 在小细节 小的结构 要套在大的结构里面 去观察 你这样的话 你的应对 才会更加从容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我也发现了 不少粉丝朋友 在进行咨询 尤其是美景能源 也有微财动力的 也有 货帮股份的 希望这样的一个节目 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和启发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积极的赞赏 好 再见